这两天呢我们江苏气温是越来越冷了 早晨起来从被窝里边爬出来都比较困难 但是呢在南京西善桥西善花院小区一名58岁的女子 被儿子从家里边给轰了出来 在楼道里边已经过了两个月了 看看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老人呢 就居住在三楼到四楼的这个楼梯之间 那么虽然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两点 应该说是全天最热的时候 但是我站在这个楼道里面呢 依然可以感觉到腿上一阵阵的寒意 那么这堵墙隔壁呢 就是他老人原来住的房子 也就是现在他的儿子和儿媳居住的地方 416房间 这名女子告诉记者她姓赵 9月份的时候被儿子从家里赶了出来 无处可去的她干脆就在楼道里搭起了这个临时住所 简单的被褥就铺在一个办公桌上 她搬家时带来的家具和衣物 也被儿子扔在了门外 在楼道里胡乱堆起一番 由于楼道内上下窜风的原因 赵女士早早地穿上了羽绒服 裹好围巾欲寒 可即便是这样 到了深夜凌晨 赵女士常常被冻得泪流满面 由于中风和视网膜脱落 赵女士的腿脚和眼神都不太好 上下楼梯只能摸索着慢慢挪动 再加上牙齿全部脱落 无法咀嚼食物 如今每天三顿饭 全靠啃馒头度过 赵女士说 儿子和儿媳把她赶出来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房子 赵女士此前一直在南湖 属于其老母亲的房子内居住 后来由于家庭原因 房子被老母亲要了去 赵女士只好搬出老房 回到了西山桥 赵女士的儿子眼看到手的一套老房子 飞了又多了个母亲要养 一怒之下就将母亲赶出了家门 随后记者试图联系赵女士的儿子 但其手机已经停机 无奈之下记者只好报警 经过查询 警方与赵女士的儿媳取得了联系 房子卡在哪里 那怎么看得我也搞不懂 怎么不让他睡 最起码给他睡这个地方 天这么冷 房子是一个小房子下山 房子产全是赵女士的 如今房子的主人却被赶出家门 这让出警的民警都看不过去了 经过民警协调 由社区出面 先为赵女士找到了一个临时住所 同时继续和赵女士的儿子儿媳商谈 如果不能达成一致 民警建议赵女士申请法院 将其儿子儿媳清出住所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这样的儿子儿媳心肠真的是比石头还要硬 奇葩这是 现在 现在 感谢观看